哈喽大家好 火腿肠平时我们都喜欢吃 尤其是家里面的孩子 但是呢我们在包火腿肠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直接把火腿肠一封为二来爆皮 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其实呢在火腿肠的上面呢有一个小机关 轻轻给它一拉 这个火腿肠的皮就自动脱落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火腿肠 然后呢我们找到火腿肠的两边 它都有一个铁圈 其实呢这个小机关呢 就是在这个铁圈上面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牙签 牙签呢在这个铁圈的下边 我们用牙签呢给它插透 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 载动牙签 轻轻一载动 这个塑料皮呢自动的就起来了 打完以后呢大家可以看 这样呢 就火腿肠这个塑料皮就全部已经起来 我们把它给它拽掉 这样大家可以看 火腿肠已经露出来了 我们使劲 我们使劲 扒一下 这样火腿肠的皮就掉下来了 不会伤害一点的火腿 扒到火腿肠还非常的干净又快速 这样一根完整的火腿肠就包好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这样包出的火腿肠呢 不会浪费一点 在我们的包装纸上面 同时呢 又快速 方法也超级的简单 先请您看到这里 已经学会这些招了 赶紧大家试试吧 麻烦大家在这用您发的小手 把这个方法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